一、女人就要像花一样,不管有没有人观赏,但是你一定要炸棒,不是为别人,而是为自己炸棒。 不做别人的赏物,制作最绚丽的自己,早安,只奋斗的女人们。 二、心存感激的生活,我们来自偶然,生命是最宝贵的礼物,爱你所爱的人,温柔的对待一切。 三、我告诉自己,也特别像对我身边的所有人说,要有使命感,要特别勤奋,要与人为善,要学会分享,要懂得忠诚,要勇敢,要守信用,要懂得坚韧。 四、这都是古老的价值观,决定你走多远,永远不要玩小聪明,因为聪明的人太多了。 四、越有故事的人越有软肋,而这一生所有的软肋,几乎都跟某个人有关。 年少时不知仇,无情者亦无畏,月历逐渐丰厚,感情中的伤痕,帮我们慢慢长成了成熟的模样。 渐渐发现,身上总有某处,不敢轻易碰触,疼。 我,如果有一天,让你心动的再也感动不了你,让你愤怒的再也激怒不了你,让你被伤的再也不能让你流泪。 你便知道这时光,这生活给了你什么,你为了成长,付出了什么? 雨,有季,有缓,路,有平,有侃。 世上的事,有顺,有腻,人生的情,有喜,有败,顺境。 不要得意,狂傲傲慢,喜悦能够持续,宁静。 不要气馁,绝望悲戚,事情还有转机。 呦,人生不用太心急,与其自责丧是目标,永远做的不够多,不够好。 倒不如相信自己拥有无限潜能,坚持下去。 一切便接有可能。 七,你接受了生命们从萌生到稳健成熟的种种苦恼,挣扎,失望,焦虑,愿愁和哀伤,你也容纳了他们的欢乐。 得意,胜利,收获和送赞。 你告诉我,生命的过程注定是由几月到阿翔,由炫烂到平淡,一切情绪上的激道终会过去。 一切色彩喧哗中会消影,如果你怕生命,你该不怕去踢躺,吧,不管你过得怎么样,都不要一副悲哀的样子。 不要逢人就诉说自己多可怜,过得好不好,始终是靠自己。 没人会帮你,别人只是同情,连感同身受多难,生活多的是刁难,学会一个人坚强是你要掌握的本领。 九,任何时候,一个人都不应该做自己情绪的努力,不应该使一切行动都受制于自己的情绪,而应该反过来控制情绪。 无论境况多糟糕,你应该努力去支配你的环境,把自己从黑暗中拯救出来。 十,当你不够强大的时候,你想要一个小小的机会,都没有,当你足够牛逼的时候,你的面前有一万个机会,你挡都挡不住。 当你足够优秀的时候,你想要的一切都会主动来找你。 十一,每个人,都有自己的了不起,你的优秀,不需要任何人来证明。 对别人生气一分钟,就失去了自己人生中六十秒的快乐。 所以我们要学着没心没肺,对什么事都渐渐的无所谓。 你做什么? 十二,人生,正如骑自行车,要想保持平衡,就必须沿着正确的路线不断前进, 掌控好方向,把握好力度,不冒进不头脑发热,追求万中求进,可以少走很多弯路。 在前进中,最重要的不在于,你以怎样的方式和速度前行,而在于你和你身边的人,能否同甘共苦,不离不弃,为共同的愿望不懈努力。 十三,有段时间你会特别孤独,一个人上班,一个人下班,一个人吃饭,一个人睡觉,甚至跨年都是一个人在高速公路上。 这时候,不需要找人倾诉,不需要找精神寄托,就一个人生过去,很快我们都会学会沉淀自己,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。 这是成长的一方面,我们都要去体会孤独,未来不见得更好,但我们会更从容。 十四,假如生活欺骗了你,不要悲伤,不要心急,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,相信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。 心永远向往着未来,因为,一切都是顺息,一切都将会过去,而那过去了的,就会成为亲切的怀念。 十五,也许你的生活并不富裕,也许你的工作不够好,也许你正处在困境中,也许你被情所欺,无论什么原因,请你在出门时,一定要把自己打扮得清清爽爽,昂起头,挺起胸,面带微笑,从容自若地面对生活。 只要你自己真正撑起来了,别人无论如何是压不垮你的,内心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,实用,人的一生,没有谁事事得意,处处风光,告诉自己,淡然一些,看开一点,生活的过程中保持一种平常心态。 但然而简单,你会愉快,没有一种快乐,是专为我们设计,没有一种痛苦,是单为我们预留,世上有多少种心情,就有多少种开心,有多少种不幸,就有多少种酸痛。 十七,有些事,轻轻抱下,未必不是轻松,有些人,深深记住,未必不是幸福,有些痛,胆胆看开,未必不是历练,坎坷路途,给身边一份温暖,风雨人声,给自己一个微笑。 生活,生活,就是体调和理解,把快乐让在心中,静静融化,慢慢扩散,十八,人生在世,短饭不过百年,给心灵安个家,建成雨后的清宁,细品岁月的静好,让一颗心,如水般精彻,如鱼般挑逸,人生一世,草木一秋,走过的山水,都是风景,尝过的欢愉,都是幸福。 十九,努力想得到什么东西,其实只要沉着镇静,实事求是,就可以经一地,神不知鬼不觉的达到目的,而如果过于使劲,闹得太凶,太幼稚,太没有经验,就哭啊,抓啊,拉啊,像一个小孩扯桌布,结果却是一无所获,只不过把桌上的好东西都扯到地上,永远也得不到了。 二十,若实实原谅自己,必尝尝迷失自己,若处处虐待自己,必履履是却自己,且既做人样,自立自主,自强自信,自由自在,但自立不要自负,自强不要自大,自由不要自狂。 感谢大家阅读,您的阅读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